青年從農,農保篇,農民參加的保險有什麼呢? 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解釋農保的問題 因為很多青年朋友加入農業之後都會想我能不能加入農保 那我今天就把相關的保險部分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在國內通常我們一般會有兩個保險 第一個就是健康保險 那這個是全民的健康保險 每個人都有加入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社會保險 那像勞工的話他就會加入勞保 那如果是農民的話加入農保 我們一般講的農民健康保險其實就是農保 那還有一些沒有一定雇主的人 可能是加入國民年金保險 那公務人員可能就是加入公保 那大家加入全民健保的時候會有不同的身份 那通常我們農民是用第三類的身份加入全民健保 但是要加入農保這個部分可能很多人有一些疑慮 那我農民可不可以加入農保 那農民是不是一定只能加入農保 其實農民可以加入的保險除了農保以外 他還是可以加入勞保或者是國民年金保險 這三個保險都付一樣 但是如果你要加入哪一個保險可能涉及到身份的問題 還有一個你可能要評估一下 他後續的一些老年給付是不大一樣的 那像農保的話他本身並沒有老年給付 所以是政府在65歲以上的農民編列老農福利津貼 那國民年金或者是老保他都有老年給付 那這個大家可以去評估 那我待會也會跟大家說明的更清楚 農民如何選擇社會保險 好 那我們就進入農保這個主題裡面 那如果你原來的身份是學生 那畢業以後就是進入農民這個領域裡面 進入農業這個行業裡面 那你當然就參加農保這個很單純的部分 那農保的資格待會我再跟大家說明的更清楚一點 那如果原來你在勞工 你是在其他的公司行號上班 你可能才加入勞保 那你現在回到農業這個行業裡面去 那你的勞保會不要保留 或者是說你要持續加入勞保 或者是說加入農保 這個部分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農民可以參加的社會保險 包括農保以外 勞保 國保 這三個都是農民可以加入的 那你要不要把勞保放棄 建議你參考一下就是 你原來勞保的薪資保額 跟你的年資 這個涉及到你滿65歲之後 或者是你退休之後 你的老年給付 你評估一下到底什麼樣的方式 因為老農福利津貼 以現在的標準是一個月7256 7256 那這個是政府編列的預算 並不是你繳的年金 所以它的額度是可以看得算得出來的 但是你原來在勞保不穩繳的薪資比較高 可能你退休你可以領的老年給付會比較高 那這時候你到農業這個領域來 你可以透過職業工會 農業的職業工會 繼續保有你勞保的身份 那這個也涉及到你參加全民健保身份別的部分 那我就建議大家在這個部分先算清楚了以後 再決定你是不是要加入農保 剛剛所提到的加入農保這個農地的部分 假如是自己擁有的農地 或者是同一戶親屬擁有的農地 那這個都是我們講自耕農的部分 那如果是用變農就是成租土地這個部分 其實蠻多青年朋友碰到的困擾是什麼 他是成租土地但是他沒有辦法取得經過公正的租令企業書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整個的部分要怎麼來處理 第一個當然是你跟你的成租土地的地主說好了 你們就到寫一個租令企業書然後到法院辦理的公正 那這個就是很順利 那有些地主他因為擔心這個土地租令了之後 會不會以後三七一無各方面的規定 或者是跟著有齊田各方面規定 他就不願意去寫這樣的公 尤其租令企業書要經過公正 很多老年的農民是不願意的 地主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那要怎麼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農會其實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措施 第一個就是說你如果是小地主大電農 那你透過小地主大電農這樣的平台 你去進行了相關的租令契約也是可以 那第二個你透過農地銀行就是你跟地主說 那你不願意到法院公正 那我們是不是到鄉鎮農地銀行完整這樣一個租令 那不用公正 那經過我們的農地銀行然後縣市農會報合費 這樣子也可以 那第三個 假如你租令的土地是跟公部門租令的 那這個也不用公正的企業書 比如說有些是跟台大實驗林 那台大實驗林願意發給相關的證明 那比如說像屏東來講 印南非是等這些青年農民是獻服成租的土地 那獻服也能夠證明他們實際在從事農業 合法擁有土地的所有權 那這個部分也不用經過公正 所以其實除了公正以外還有其他的管道 我們都是希望實際從農的青年朋友 能夠藉由不同的途徑來加入農保 那也保障我們從事農業的青年朋友 他的相關的權益 我經常問到很多青年朋友 詢問我加入農保的問題 那但是因為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大一樣 那我剛剛所跟大家說明的是初步的狀況 那大概的狀況是這樣子 那如果青年朋友對加入農保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在這裡提供一個諮詢的管道 農委會的輔導處農免福利科 我們有一個免付費的電話 這個免付費的電話是 0800 071688 各位有相關的問題可以打這個電話來詢問 我們希望農保是政府所提供的農民福利 能夠給我們青年朋友在務農這個過程裡面 相關的協助 那我們也祝福所有的青年朋友 從農之路相當的平順相當的成功 祝福大家